你看 他們有一人拿到一份沙畫 這是學校給的活動 創意手作加年華 有拿到單子才可以來參加喔 那一個 你可以先把你要什麼顏色的格子 先挑起來拿在上面 你覺得 先把哪一個去撕下來好了 他現在是玩上面兩個 他是這裡 這兩個 這個已經沒了 然後等一下去參加小測驗 小測驗結束之後 兩個會選二選一 這樣就結束囉 這個顏色就是要你們把 這個顏色很美喔 是把你要染色的地方先把它挑起來 把那個紙挑起來 然後它就會有膠 然後你再把這個沙畫倒上去 妹妹挑好了嗎 我是緩色的 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一些紙挑起來 一些紙挑起來 一些紙挑起來就會變成 紅藍紅藍的感覺 現在紙挑 黑色全部是紙挑 媽媽 黑色全部是紙挑 黑色全部是紙挑 我的就是有一些圖藍色 就是 我就是一個一個發上去 然後最後一把我就先把它捏一捏 然後再最後再 我的是姐姐給我的顏色 剩下都是我自己一樣 我們換下一個遊戲 好 我們要去前面體驗一下不同的 遊戲囉 要去領星空瓶 再做最後一個DIY 走 星空瓶 那個人是會螢光的 所以你只要再加 是啊 好 他這邊已經幫你弄好一些 像果凍的東西 你只要把顏色擠進去就好 你說停我就停喔 好了嗎 停 那你還要再加什麼顏色 加白色 白色 白色 什麼東西 好了嗎 停 還要什麼顏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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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別的顏色 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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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你還要什麼顏色把它填了 全部都黃色了 好蓋子蓋起來就好了 好蓋子蓋起來就好了 小朋友的簡單星空瓶 他那個橘色的那個粉啊 到時候晚上會發亮喔 這就是妹妹的星空瓶 來 好簡單喔 好這就是 小太陽的 創意加年華 如果幼兒園有這個活動的話 也可以帶著來玩喔 主要說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